北京时间11月16日 孙杨抗检听证会结束 孙杨随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孙杨表示自己唯一遗憾的是想问WADA 为什么不让他和当时要检的三个人员当庭对职 在经过了十个小时的陈述和讨论后 孙杨在最后的总结陈词 直递有声地发问 自己有监控素材为何不让看 运动员隐私肖像权如何维护 运动员为什么没权利要求检查人员出示合法资质 本应保密的裁决书如何被泄露 体育组织不尊重规则弹劾公平竞争 漫长的听证会结束后 孙杨接受了现场媒体的采访 孙杨表示 仲裁主席也说了 他会非常公正 非常清楚地做出一个评审和公判 而且我相信这个结果最后是一个 非常好的结果 孙杨也表示自己唯一遗憾的是想问 What的 为什么不让他和当时要检的三个人员 出来当庭对职 我想当庭对职是解决事情的最好办法 所以今天的过程 达到了自己内心一年痛苦的诉求 我想在自由有领域 我的金牌和我的荣誉 至少我想 现在诋毁自己的人短时间内超越不了自己 所以我想这可能就是强者的一个烦恼 所以我不用太去在意他们说什么 用更多成绩和荣誉去回击他们 会争取战上东京奥运最高领奖台 孙杨妈妈在庭审后落泪 她表示 他们对兴奋剂非常严谨 孙杨十几年没吃猪肉 孙杨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 这一年多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今天我很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但是他们没有给我机会 孙杨妈妈随后回顾了当时的过程 主检察官要求尿检官看着孙杨小便 我站在旁边看这个尿检官 孙杨妈妈直言 你觉得这个可不可笑 如果是专业的 怎么可能这样 随后她让孙杨出去 但她不知道会所有监控 叙述时表示 她说她刚走到门口时 孙杨冲出去小便 想拉都没拉住 然后去拿瓶子 但是孙杨已经走了 可是这一切与监控不符 孙杨的澳大利亚及恩施丹尼斯 也一直在听证会现场 此前她表示对胜诉非常有信心 在庭审结束后 她表示 她和孙杨将在回国后很快重新投入训练 我们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将从下周开始 训练营是在中国国内 展望接下来的东京奥运会 丹尼斯表示 当然压力是有 但我们的首先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 给她几个月时间 等一切重回正轨 让我们都处在一个更好的位置 然后我们会好好的进行准备工作 专心投入训练 到时候成绩自会说明一切